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多的城市的紧密交流 领导人大选在即 市政当前如何评断 很快的今年年底 就要想领导人的选举 虽然年底时间很快 但是比我更急迫的是我的市政建设 任何一个人 想来帮新北市做建设 为市民而努力 我都敞开心胸 双臂来反应 问大神州专访 台湾新北市长侯友宜 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 国民党一举拿下高雄 新北 台中三个主要城市 新上任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被台湾媒体称作是 国民党的三个小太阳 他们对于两岸问题的态度 备受外界的关注 2019年的3月22日至28日 韩国瑜率高雄市参访团 走访了香港 澳门 深圳 厦门等地 开展两岸交流合作 这是他上任后首次访大陆 随着韩国瑜大陆之行的圆满结束 外界开始期待另外两个小太阳 接下来的动作 韩友宜在接受问答神州专访的时候 就表示 新北市在他任内会开启 与大陆更多城市的紧密交流 您也提到也非常希望 跟大陆方面有一些交流 比如说您也提到了一些城市 上海 厦门 福州和深圳 都是重点交流的城市 为什么选择这四个城市 因为这里面很多的财商在这个地方 深圳很近 上海本来就是我们经常 城市往来里面最密切的经贸 江苏 像南京 基本上就是跟我们新北市 长期以来就是伙伴关系 我一直希望还有一些 上海的时候我说有一些内陆 我们比较少接触的我们也要开始去接触 比如说 比如说像重庆 重庆也有很多台商 有一些内陆我们比较少接触 我跟我们的伙伴说 回忆这一个任内一定开启两岸 更多的城市的紧密交流 台商多的地方 当然务必首先要去做直接的沟通 那台商少来再内陆的虽然少接触 我们也必须勇敢地走进去 跟人家做朋友 此前侯友宜延览了台北市前参事 饶庆域出任新北市府秘书处长 而饶庆域正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重要推手 有评论就认为 侯友宜此举是希望打造属于新北市的两岸双城论坛 饶庆域他也是当时上海台北双城的一个重要推手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未来可能某个城市作为双城级 其实我不会限定一个城市 也不一定限定一个论坛 城市的交流论坛只是方式之一 那我不会限定两个城市 我会广泛地跟大陆的城市交流 我们劳处长也当任过外交官 那很多国际城市的交流我也会进行 因为现在的全世界的氛围是城市治理 城市竞争 以及新北市四百万人口 有山有海 面积又是台北市的八倍 它所丰富的资源 绝对有能力在整个全台湾 作为一个扭头羊的城市 所以城市的竞争是我 必须直接面对带动起国际性交流的一个方向 所以劳处长必须跟我负起这样的责任 大陆多元化的城市交流 国际城市我们一样跟他们竞争 我们希望让新北市能够走向国际化以外 新北市也能够跟两岸 创造更好的环境 更深厚的友谊 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所以我交朋友很简单 我们就叫友谊 去我跟他到蔡市长走动的时候 蔡市长那个阿姨碰到 我说 哎 侯友谊 你是不是要选市长 我说市长 你是不是要选我们高雄市长 我说不是啦 选新北市长啦 高雄市长是要选 何必这个啦 这个是谁 韩国瑜 韩国瑜 侯友谊是侯友谊打的竞选牌 取自他名字的谐音 因此大家一起做好朋友 一起过好日子 成为了侯友谊竞选时的口号 我朋友送我一个对脸 让我都用不好了 他用我的名字写的 有亲 有人 有天下 一公 一私 一国家 这怎么会拍名啊 哎呦 就我一生当中 这都要努力了 不管公司都要替国家做事啊 这个也很好呀 有亲 有人 有天下 他是希望交进 全天下的所有的好朋友 交给你叫你啊 这样所有的好朋友 就是因为一件事情 不管公司都是要替国家打拼嘛 然后他希望 朋友跟你之间 能够风云在河 因为有朋友 横梯就是风云在河 风云在河 所以朋友不分三角九角 不分大观选要 都能够激起风云在河 2018年的6月初 作为六都市长候选人中 名望最高的国民党代表 侯友谊曾经南下高雄 与韩国瑜一同举办 名为北神探南菜饭 大合体的造势活动 五个月后 两个人又在台中聚首 为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 卢秀燕助政 那侯友谊跟卢秀燕的 训练是非常强烈 我党内初选到还没过的时候 他就希望韩国瑜能够出现 能够代表国民党参选 因为他先过 韩国瑜在此前的采访中 告诉我说 在他党内初选 还没有通过的时候 侯友谊就曾经主动找到他 希望可以联手打选账 对此侯友谊就回应说 他的初衷是为国民党 多记一份责任 选举那个时候 你说国民党的情况不好 很多地方找不到候选人 但是当时你初选通过了 据说韩国瑜那时候 还没有初选通过 你就跟他说 我们俩来合作 为什么 这样子 国瑜那其实我跟他是不说 那我觉得 那时候 他要不要决定在高雄选 还在友谊 后来有一段时间 又跑到台北来登记 又回到高雄要选 那 我一直在看一件事 我是男朋友 我非常的标准 台语讲的比国瑜好的人 而且我用的语言 一张蔡其他市场的语言 因为那是我的生活环境 那时候我心里在想说 韩国瑜一个人到高雄 然后要让高雄人接受 其实他是有他的辛苦度 我这个南部小孩 我觉得我可以帮他一点 其实我还蛮适合南部的选举的 我有时候我心里想说韩国瑜你应该来写新北市 我去写 感觉比较像 他也是新北市长大的 对啊 那我是南部长大的 你是嘉义长大的 但是因为 因错于应援机会 他到南部 而且他刚下去 人生地不熟 他当主委就很辛苦了 那基本上我说我是南部长 我可以帮我就尽量帮 所以很好玩的 我第一次下去帮他好像五月分吧 帮他的时候 其实我跟他到蔡市长走动的时候 蔡市长那个阿姨碰到我说 欸 侯友宜 你是不是要选市长 我说是啊 你是不是要选我们高雄市长 我说不是啦 选新北市长啦 高雄市长谁要选 隔壁这个啦 这个是谁 韩国瑜 韩国瑜 因为那时候真的他的知名度 看起来是有 但是一般的普罗大众 跟他讲这一句话 了解的非常有限 韩国瑜要算啦 要支持一下 我记得上次 下去是卖香蕉嘛 推动农产品 要积极一下啦 然后我那时候下去的时候 很多的警察兄弟 因为全国都有嘛 就轰涌而至嘛 他们把那个力量 就整个集结在一起 我觉得 其实帮韩国也是帮我自己啊 这有什么不好 所以我是南部的小孩 我说刚好国瑜要在那边选 我就下去给他帮忙 2018年8月下旬 台湾南部下起了暴雨 高雄市一片泽果 积水退去之后 高雄市的道路上 出现了五千多个 触目惊心的坑洞 有评论指出 浙江民进党 长期宣扬的 治水政绩 打回了原形 高雄市民 终于认清自己的城市 正如韩国瑜所说的 是又老又穷 五月份慢慢开始有人认识他 六月份七月份 后来到九月份 高雄下来一场椅 826 打对了一钢牌 其实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慢慢有那个氛围 跟气势起来了 所以我其实觉得国瑜真的很棒 很好 但是当时有这么多国民党的候选人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就对韩国瑜特别立眼相待 没有 我都帮 包括林芝妙 我也去帮 包括第一次 我都没有去选举过 帮人家登记选举 去帮杨振武 我们的金门县长 帮他登记 我都陪着他 我都帮他 我也到张华去帮王费美 所以就是你当时的初衷 想要帮国民党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能够 多尽一点责任 帮他们打起来 想把自己的名望跟人气 和你走台湾已经很熟悉的这种状态 我没有讲名望跟人气 我只是讲说 我们是一个团队 你要记得 只有团结才会打胜仗 不是你好 就有用 是别人一定要好 所以我非常开心 我去帮了很多候选人 都高票当选 也许他们的钢匙都不好 林料也很低 那我尽我的力量 那后来韩国瑜串起来的时候 我替他更高兴 为什么 当他串起来的时候 受贿的是所有人 所以我们后来拍一个北神探南菜饭 拍完的时候 秀卫又跟我说 我们三个人拍一个 因为他那时候还在 民调还在有点争执 那我觉得OK啊 没问题 所以我们又去拍了一支影片 燕子 汉子 秃子 都无所谓 主要是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大家团结 不分彼此好好做事 但是韩国瑜出来以后 突然出现了一个寒流 现在感觉声浪都在高雄 好像韩国瑜成为了公主 你会有失落感 普通家庭的出身 警戒英雄的形象 以及不蓝不律的党派印象 使得侯友宜刚刚宣布参选 新北市场就被评价为 准蓝银共主 而当高雄的选情逆转的时候 不仅民进党开始调转枪头 举全党之力打高雄 侯友宜下一代蓝银共主的地位 也逐渐被韩国瑜所取代 对于这样的评价 侯友宜回应说 她从来不是共主 她只是团队的一份子 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后来三个人一起合体的时候 她就说你们要打就打我好了 对吧 因为当时大家的目标就像你说的 民进党是举全党之力去打新北市党 对 不可施嘛 然后后来韩国瑜起来以后发觉 民进党去打高雄的时候 您这里是不是压力就也小一点 选举是这样看的 从五六月份他们用了很多东厂的方式去处理我这一块 那中央跟地方选举就把他绑在一起 等于是也请了陈局要来做指导当主任委员 那从五月份一直打我到八月份多 大概我就一个人在那边抗撑 那还要再去帮别人 那谢谢韩国瑜 9月份开始起来了 那起来了我觉得很好啊 分担一点 抛宏 更重要 选举是这样看的 当我这边一直很稳的时候 大家认为我都没有问题 因为每一次民调做出来就是很稳 所以南部一直不稳 韩国瑜跟卢修燕 其实还有南部的几个县市 票没有开车来说 大家都没有把握 那时候就开始有对立 比赛就是要有对立才好看 把这个焦点在那个身上 我也很开心啊 为什么 我打我的稳稳实实在在的作战的方式 那他那边就是需要冲突跟 不是要冲突跟堆立 需要竞争的一个方式的比赛 我觉得都很好 每一个人比赛的对手方式 时空环境不一样 那比赛就是一个最后一个结果 输个演吧 他能够演 给他鼓鼓掌 赞 虚能演 赞 那我一直觉得说 跟冷热程度 都没有关系 你的选战的方式是要做你自己 而且你的出发点是在哪里 我觉得很好啊 我今天不是这样的选举一个结果 到别人了 别人都当心了 大家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吗 国瑜后来国瑜秀起来的时候也去帮了别人 他也很开心啊 你刚刚说了一句淡淡的你说韩国瑜这个人很不错 不错 很好 所以 哪里觉得他不错 社会历练过 主事念打 然后态度婉转 客气 我觉得就很好 然后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高高在上 我是乡下小孩子上来的 我知道市民以言 因为我菜市场大下而已 我老爸爸爸卖猪肉的 每天在菜市场鬼混鬼混的人 我们跟所有基层朋友在一起很自然 你如果没有这段历练的时候 你会很不自然 你跟人家拥抱一下 跟人家握握手 亲一下抱一下 你会很不自然 那对我来讲 那是我每天在做的事情 而且我基层警察 那国瑜也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态度去接地气 我觉得就很棒 很棒 他就是这样才有南部的气口 南部人才会接受他 昨天你们还合体了一次 你跟秀燕和国瑜 在台南是帮一个补选的立委去站台 据说人潮汹涌 你们举步维艰 昨天 有想过是这种场面吗 有啦 因为我们以前在新北市 后面几场大场的选举 大概人几年都举不过去 也是一样 因为我看这个场景也是一个风潮跟氛围 让大家愿意去追逐一些方向跟目标 然后昨天我其实我看来还蛮感动的 南部人还是真的蛮热情 把我的鞋子都快挤掉了 把我脚都压在地下 我都走不动 其实真的很谢谢南部人对我们那么热情 其实我是南部人 南部人的热情只要被激发 那种对政治上的狂热是超乎别人的想象 有人在去年的七月份分析就觉得说你的民调一直很好 而且是当时上述蓝军 如果你获胜了 应该基本上就是蓝军的共主 但是韩国瑜出来以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寒流 现在感觉声浪都在高雄 好像韩国瑜成为了共主 你会有失落感吗 我在领导最高的时候 大家希望我去帮忙的时候 我就讲过一句话 我不是共主 我是一个团队的一份子 那这句话还是用在现在 我都不是共主 我只是一个团队的一份子 我帮别人是帮自己 帮别人是帮自己 所以我对韩国瑜这样一个表现 我不太给他鼓掌 而且双手 大力的支持他 好好的拼市政 把建设做好 我也很乐于他当新共主 我都很乐于 因为我觉得有什么不好呢 我人生最重要是在一堆人当中 不需要看到我 那需要我的时候 我能够站出来 做一个有用的人 所以我的功课成绩 绝对不会是第一名 我在学校的表现 绝对不是很亮丽 很鲜明的那一个人 但是如果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会站出来 扛起所有的责任 我打仗也是这样子 当我把工作分配好的时候 你们觉得哪一个最危险 大家不讲话的时候 那个位置就是我去站的位置 我愿意 那我更欣赏说韩国瑜 有这样一个面丽 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当你风采的背后是一个责任 所以其实我还觉得他还蛮辛苦的 我都给他鼓掌 没怎么看到他鼓掌 我真的我一点羡慕都没有 我说你你好辛苦啊 兄弟你好辛苦啊 记得市政建筑 市政建筑要做好啊 压力会谁懂得来啊 在选后没多久 苏贞昌做了行政院长 您还跟他一起去看了 你们当时新北市 想要做冲浪基地的地方 感觉一下子就开始进入了合作状态 任何一个人想来帮新北市做建设 为市民而努力 我都敞开心胸 双臂来还你 2019年的2月12日 侯友宜率新北市府团队 拜访桃源市长郑文灿 举行了首次北桃合作平台会议 双方就交通观光 以及大台北地区的发展问题 进行了讨论 这也是六都蓝绿首长合作的首例 不仅如此 侯友宜此前还与选举时的对手 台湾现任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选后大和解 一起视察位于新北市金山区的沙珠湾 承诺携手打造冲浪基地 在选后没多久 苏贞昌做了行政院长 您还跟他一起去看了 你们当时新北市 想要做冲浪基地的地方 感觉一下子就开始进入了合作状态 院长是市长长官 院长到新北市来 为新北市的建设 大家找一个解决的问题的方式 市长当然要非常的开心 来乐意去配合 这都是为新北市市民好的啊 所以我都很期盼说 任何一个人想来帮新北市做建设 为市民而努力 我都敞开心胸 双臂来还你 你看我们隔壁 柯市长 绝对大家是个好朋友 柯市长所提供的意见 我们只要能够接受的 我们全力配合 我最近陶淵市 基隆市 我都用一样的想法 你要知道 陶淵的建设起来的时候 受费的还是新北市啊 多接连的 多接的 基隆的观光蓬勃发展 受费的还是新北市啊 一个大台北的生活圈 一千万的人口在这个地方 你为什么 不先接受别人呢 基隆的观光发展 跟新北市什么关系 就是交通经过了 可以留下买路钱吗 我举一个例子 明天 基隆的游人 停靠在基隆码头 下来两千个客人 两个客人第一站 到新北市的平序 放天灯 好 我举这个例子以外 基隆跟新北本来就是 融入在一块的 我们的观光旅游的景点 我们是不是一张图 都可以全部把它画完 干嘛基隆画基隆的 新北画新北的 而且我们的沿海线 145公里 有几十公里是在基隆啊 你为什么不把它串联 从淡水 可以留人本的自行车 或是人本的步道 电动车跟机车 到了我们的东北角的贡辖 那也要经过基隆啊 那这个不是说很好 然后再骑到桃园 对 我们桃园 我们可以从石门水库 骑一条很棒的车 骑到淡水 淡水就可以接到基隆 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些事呢 台湾这么小耶 为什么一定要你自己说 哦你是400万人人口 你最大 一定别人要怎么样 我们都是最小 人民最大 替人民做事 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很快的 今年年底就要想 领导人的选举 所以在这场选举当中 你会怎么样去支持 那算出来 七八个月 你每天都在跑选举 你把我的自证建设摆哪里 你的话呢 你当时候承诺的话 怎么都开始进版都没有 我会变票房毒药 我帮不了任何人 害了任何人 口子教问答神州 由珍藏石教口子教 具名赞助播出 口子教 珍藏石教 承待天下 台湾九合一选举 历来被视作台湾领导人选举的风向标 2018年12月25日 朱立伦在完成与侯友宜的新北市长交接之后 宣布参选2020 有评论认为 侯友宜上任之后的主要任务 便是在新北市延续朱立伦的八年政绩 协助朱立伦选举 对于这样的揣测 侯友宜回应说 如果新北的市政工作做不好 不仅帮不了别人 反而还会害了别人 很快的今年年底就要想领导人的选举了 现在看起来您的前任朱立伦市长已经宣布选举 那么除了民进党的话 除了蔡英文之外 现在看起来苏贞章院长也是极有可能有这个心愿的 所以在这场选举当中 你会怎么样去支持 其实到年底的选举很快 很快 大概只有八个月左右 现在大概二月份 大概明年一月份吧 大概八九个月 我现在当新北市市长 永远记得 谁决定选票 人民 我一当选市长以后 我每次一直在谈选举 然后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一直介入 光国民党的内部的对立跟冲突 民众是厌恶的 我当新北市市长 我唯一能够让民众说 侯友仪说的话 我愿意去听你支持谁 我一定要在很短时间里面 让市民有感觉我做了事情 而且是务实的 不是虚幻的 不是华丽的 很务实的 比如说如果我的土城医院 照我的赶工能够把它快速的落成 照顾了我土四三一的机民的健康 我的环状线 我能够赶在今年年底 能够让它安全无一的通车 这是侯友要做的 侯友要做的不是那种谈选举 谈政治意识 完全不是 更不是对内去表示说 是哪一种方式产生出来的候选人最好 因为那个都破坏团结 制造对立跟冲突 只要大家公开透明没有私心 方式想要选举人大家决定一个方式 大家遵从游戏规则 就走 我们这些地方的之后 可以表示意见 但是你不是表示意见有用 你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这些市民的市政建设 在短期内展现效果才有用 不然的话 当你做不知成效的时候 你年底要替人家住选 算出来七八个月 你每天都在跑选举 你把我的市政建设摆哪里 你的话呢 你当时候成了的话 怎么都开始进版都没有 我会变票房毒药 我帮不了任何人 害害了任何人 所以对我来讲 虽然年底时间很快 但是比我更急迫的是我的市政建设 所以我每天一定 全心全力的投入我的市政建设 一刻都不停 包括我春节 一刻我都不停 这才是我有意义要做的事情 其他都不是我更关心的事情 我会关心 但是不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 您觉得2020年的领导人大选 适合当领导人的特质应该是什么 领导人的特质非常清楚 能够带给台湾人民 经济繁荣 安全稳定 更开放的格局 包容我们所有的 台湾的各种不一样的声音 而且在执行的时候 不记悔意 勇往直前 这是领导人的特质 所以我很希望台湾的这个领导人 真的经济的繁荣 安全的稳定 不记悔意 有魄力去执行 更重要的 要让台湾人民的各种声音的接纳度 它一定要包容度要更强 所以台湾的领导人其实不好做 因为台湾很多的形态 会产生对立跟衝突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设计家 该做的事 还是要做